我们常会想,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各种条条框框的规则 我们为什么要遵循着这些规则去寻找答案 难道不可以无视一切,放任自己去探索吗 1981年的某一天,一位古怪的老头 埃多尔·索特萨斯·艾特里·索特萨斯拉拢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设计师 组织了一场聚会,他们听着歌,聊着对极简主义的反感 他们决定要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 至此,一个全新的规则,孟菲斯诞生了 孟菲斯这个词来源于他们聚会上方的歌曲 Bob Dylan的Stuck Inside of Mobile with the Memphis Blues Again 纵看整个艺术历史,也只有孟菲斯的取名方式是这么随意的了 他们反对任何限制设计思维的固有观念 凭什么椅背一定是完整的,凭什么书架一定是水平的 孟菲斯将大众认为不合理的观念放入设计中 并塑造一个完整且富有功能性的设计作品 为的就是追求不受束缚的创意探索 他们认为设计师不应该去实现功能,而是要发现功能 孟菲斯创造了一种自由自在,突破一切框架的开放式设计态度 这把Bellek Share实属滑稽又富有创意 他先分解了椅子的结构 再用不符合逻辑的几何图形代替原本的组成部分 这种廉价的椅子竟然用顶级豪华酒店的名字来命名 在这个系列中还有许多同样的家具设计 便宜的合成木材被贴上了各种豪华酒店的标签 家具需要高雅、华丽、舒服 这一条规定在孟菲斯里被彻底击碎 所有的材料在孟菲斯设计师眼中都如出一辙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表现力 他们利用俗气的材料搭造出朝气蓬勃、活泼向上的生活态度 平时我们总强调不要同时使用超过三种颜色 但是不服气的孟菲斯根本置之不理 大肆应用各种高饱和、高亮度的色彩 来营造大胆强烈的设计感 彰显个性 当然,为了避免过于丰富而导致的混乱 黑色的粗描边变成了最好的调试剂 当所有人都被孟菲斯风格家具所震惊的时候 胆大妄为的孟菲斯已经将他的爪牙伸向了别的领域 不管是工业产品设计或者平面设计领域 都已经被孟菲斯深深的侵害 大量重复的几何图形充斥整个画面 使得其常常出人意料 十分drama 孟菲斯影响了未来几代设计师们 其中包括1995年第一代Apple Watch 2011年迪奥时装展 如今具有独特外观的孟菲斯作品 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周围 孟菲斯想打破时间的规则 并永恒地留存在设计世界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